Hello大家好,我是姚竹 现在是2020年的4月14号 我在新西兰 先来看看一些关于最新的新冠的一个情况 新西兰Tago大学的嗅觉研究员 他是一位博士 然后他说嗅觉缺失 应该是在没有其他症状情况下 也需要进行检测的一个标准 现在目前西西兰的检测标准 目前是说呼吸道有严重的这种急性的呼吸道疾病时 它是可以进行检测的这样一个标准 然后博士说有一些病例显示说 嗅觉缺失是早期的症状之一 或者成为是一个唯一的症状 这听起来还是挺可怕的 不过我今天看了这个消息 我刚刚马上就闻了闻 我觉得今天吃的那个回锅肉还是挺香的 所以我还是没有嗅觉缺失 这位博士呢他参加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是来自 就是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这样 三百多个研究人员 他们呢在一起就是说 研究新冠这个症状中有关感官的相关的信息 他和一些新西兰的研究人员一起呢 他们就是像这个可能受新冠感染的 这样一个人们吧发放了一份调查文件 就是以了解他们嗅觉缺失症状的一个严重的程度 就是有没有 这个博士呢他说已经看到大量的这个数据和案例啊 说有这种明显的就是缺失了这个嗅觉的可能性 这个症状的可能性 他说有可能会成为唯一的这样一个症状 不过呢卫生部总干人他是不认同这一点的 他说因为现在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能够说支撑这一点 所以呢他不认为就是说出现了这种 嗅觉缺失的情况就是唯一一个可以去让他们进行测试的这样一个症状 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新西兰的这个疫情呢在市中心目前的状况管理还相对是有序的 我们先不说测试的这个情况啊 但是呢今天华尔托大学的公共卫生教授 然后他就说在新西兰广大的这个农村的这样一个地区 疫情的数据目前啊是交给就是医管局来发布的 他说这不够科学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农村地区的这个医管局管的太大太广了 因为新西兰地广人西那在市区人是很多 但是农村他还是地广人西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他说觉得这样子的话数据就不够细致不够详细 就不利于防疫或者说管理吧 然后教授呢就建议说应当对这些数据进行合理的一个划分 就是由当地的这个当局公布 并保证信息肯定需要这个公开的来来透明 他说农村的这个卫生服务目前是并不到位的 他说需要弄清楚就是已经检测的在哪里进行 就是已经有检测在哪里进行了 然后这些确认的病例究竟出现在哪一个地区太大了 你需要去确定是在哪一个地区 这些呢都会对就是专家呀 还有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 研究人员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外呢叫做说在这个封锁期间 有一些农村的企业啊 主要表现在食品生产的这样一些企业 他们因为仍然是在经营的嘛 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个农村的这个社区出现了这种感染病例的情况 那个事情就会非常的严重 我也觉得他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 新西兰确实是因为在自驾的时候就能看到地广人稀嘛 那如果真的是由一个大区的这个管理局去管理的话 好像是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吧 应该会说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那个英国的这个独立报哈 又有人夸新西兰了 就是这独立报夸新西兰怎么说呢 说新西兰总理在这场疫情下是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大家觉得呢 对新西兰了解的朋友你们是怎么觉得 咱们可以在底下评论大家讨论一下 然后报道说呢 就是领导力是在飞机中至关重要的 新西兰总理迄今为止 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无疑可以为他赢得名望 名望啊 用的是这个词 然后他还说总理在这种发布会上啊 然后访谈上啊 还有这种社交帖子上说总理是沟通 这个危机沟通中的大师级的一个课程 说他那个用清晰简洁的语言描述了全国警戒的四个级别 以及相对应的政府和人民的要求 他的态度特别的平和 然后权威又友好 说新西兰的这个总理啊 似乎是唯一一位能够在危机中笑的跟平时一样多的人 这似乎能够帮助他和新西兰渡过难关 大家觉得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评论一下啊 接下来我们就说 有一些朋友非常支持我 非常感谢你们 维号是5620的这位用户 他也说每天都在等你更新 谢谢我也每天都在等你们看 我们可以随时在线交流 然后还有一位凉面条条 他说最喜欢你的随性 跟我最近的口头禅一样 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呗 一直在说 今天是不是好像说的少了一点 可以的不要说然后 但我还有其他的口头禅 真的口头禅改起来实在是太难了 还有这位无极塔特尔 你的视频很赞 特别是在这个视频的开头 说明时间地点 特别清楚 我今天好像有几个视频 是没有说时间 也真是不好意思不惊夸 好吧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去睡觉了 晚安拜拜